各位大家好 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玩氣的過程 為什麼突然會分享玩氣的過程呢? 原因是因為很多時候 很多同學 其實當他讀玩氣的機制 吸氣和呼氣的時候 他記一連串的機制 但記完之後 有時候作答又搞不定 有什麼辦法幫到手呢? 所以第一件事一定要留意 玩氣的過程的目的 其實那個目的就是 你會看到可能 垃鏡機、橫甲膜收縮、放鬆 垃骨欄有什麼變化 空腔體質有什麼變化 而這些變化導致產生一些氣壓差 如果產生氣壓差的話 其實空氣是不流動的 但有氣壓差的話 他就會由高氣壓流向低氣壓 所以整個吸氣和呼氣的機制 如果我讀的話 我就會想清楚 原來的目的是這樣 所以我們就能夠有效地去記下過程 好了 當中裡面發生什麼事呢? 首先第一件事 整個場景裡面 其實他就會這樣問的 首先第一件事 就是由左邊幅圖到右邊幅圖 其實吸氣還是呼氣? 在做什麼? 那樂隊我們就要觀察他的變化了 例如我們觀察到 垃骨欄是向下和向內移動的 那樂隊之前發生什麼事呢? 垃鋼肌放鬆 然後有垃骨欄的變化之後 同時 橫甲膜我們觀察到是恢復拱形的 原因是因為橫甲膜的肌肉放鬆 好了 兩組過程一起進行之後 發生什麼事呢? 記住 兩組過程 這組過程 和這組過程 是一起發生的 發生之後 然後讓肺內的空腔體積就會減少 好了 當減少了之後 肺內的氣壓就會大於大氣壓力 所以就讓空氣在肺內 就由肺內排出大氣 整個就是呼氣的過程 又或者這樣說 吸氣比較辛苦還是呼氣比較辛苦呢? 很明顯你會知道吸氣比較辛苦 原因就是因為 來到這裡說 勒間肌收縮 橫甲膜肌肉收縮 導致到 臘骨欄向上向外移動 同時 橫甲膜拉平 拉平和恢復拱形是既定自然 所以導致肺內的空腔體積上升 上升之後 肺內的氣壓是低於大壓力的話 所以空氣就會進入肺內 所以你會看到一連串的動作 其實目的是想產生氣壓差 這件事非常重要 而旁邊有個QR Quote 就是我上課的時候 教同學做一個膠樽的肺模型 而當中下面你會看到一個很有趣的現象 如果你是用這個上面買回來的模型的話 其實你要向下拉 氣球才會漲 會漲 但是如果裡面充滿了水的情況之下 模擬肺內的真實情況之下 橫甲膜拱形的時候 其實你會看到兩個氣球是熟的 原因就是空氣其實是在離開氣球 所以這一個是呼氣的 橫甲膜拱形的時候是呼氣的 而橫甲膜拉平的時候 你會看到下面這一個拉平的時候 氣球是漲的 原因就是空氣進去 這一個是吸氣的 所以這個膠樽肺模型 我覺得是能夠有效地 幫大家深刻一點 去記得整個換氣的過程是怎樣 希望這段片可以幫到手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上這個QR Quote裡面 看看整個製作的過程 希望這段片可以幫到大家 希望你再去讀整個 吸氣和呼氣的過程的時候 就不要死記了 不如嘗試轉一個形式 讓自己學習更有意 今天的分享就到這裡 希望幫我打手 拜拜